人生有高峰也有低谷 但是人生有了它 就必定有祝福 人生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就永远不变 他性格好打不平 永自当投 你知道我的性格啦 卷起衣袖就上去了 我就冲到医院去 在最初移民的日子 他极为忧郁沮丧 整天就自嘲是三等公民啊 好忧郁哦 整天在哭 他服务的社区中心 接受各类求助 而且层出不穷 他说听说你们也收养这个小孩子啊 我有一个14岁的女儿 你们收养的吗 提到美国纽约 很多人都会联想到 位于纽约市曼哈顿的第五大道 第五大道有名店街之称 是流行和顶尖品牌商店的集中地 也是全球租金最昂贵的地方之一 所以这里是时尚与贵气的代表 同样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布鲁克林的第八街 就好像另外一个世界 发生着截然不同的故事 这条第八大道以前呢 二十年前了 都是没人问津的 是西班牙人住的地方了 房租好便宜了 还有呢 以这个就是毒品啊 色情啊这些就出名的 但现在大部分啊 是这个华人的地区了 表示呢 这十年来 哇 变化真是非常的大 从第八大道来这个地区呢 简单来说 只是三条大道 就是非官方的这个估计呢 已经集满五十万中国人 住在这里 特别是福州移民 Grace Moe 毛黄庆贤 对这个社区非常熟悉 因他是这里一间 华人社区中心的负责人 而Grace能够体会新移民的苦况 是因为他早期移民美国的经历 就是在1977年我们移民美国 带着两个小孩子 大的三岁 小的呢 才几个月大 我丈夫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我相信他是第一批 就是太空人了 他常常就坐飞机来看看我们呢 三天以后又飞回香港去 移民局就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以为他是偷运毒品的 最辛苦呢 就是告诉你 怎么辛苦呢 就是一天呢 太平洋飞两次 一下飞机又再飞回香港了 在加州的两年时间 第一次感觉到那种无奈 又是没房子 没丈夫 没保险 没工作 这种焦虑 特别是在小孩子生病的时候 更加觉得好无助 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 在加州生活 最重要就是这个安全问题 有好多的恐惧 到晚上呢 两个睡房变成一个 因为抱着两个孩子睡 后来才知道原来 我们这个单位之前的这个房客 是被人强奸 才搬走的 哎呀 糟了啊 哎呀 每天晚上 都是 就是 好好怕 好忧郁 带着两个孩子 整天在哭 加州地方好大嘛 没办法靠走路到任何地方 整天笑自己是三等公民 早上等天黑 天黑 等天亮 等人家接送啊 如果说这个消极一点呢 就是在等死 孩子呢 跟Grace在美国 自己的在香港 当然呢 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我就对丈夫说 哎 不行了 就算是洗盘子 你都要来了 就一家人呢 一起熬也好过 我们在这里死啊 好 当我们正在决定的时候 哎 感谢神 刚好啊 公司在纽约的部门有空缺 就短短的一个星期内 收拾好行李啊 来到了纽约就定居 心情啊 相对的就稳定下来 就是有工作啦 有保险啦 就什么样都有了 但是也经历了一些 移民的这个问题 有一天呢 他下了班 早上四五点还没回家 原来他迷了路 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我在家带着两个孩子 好急啊 万一他给人杀了呢 万一他出意外呢 所以我就是好明白 这个移民的心境啊 由于自己是过来人 所以很明白和体会 新移民融入大度会的艰难 再加上不懂英语 近况就更加无奈 虽然说是我们都懂英文 香港式的英文 总算是就是可以表达 但怎么讲美式英文呢 叫他们明白呢 有一次公寓水龙头坏了啊 维修的工人来到呢 只能够就是打手势 把情况告诉他 所以呢 我就感到那种无奈 来到美国啊 就令我情深情历 移民的那些困惑 虽然我不虾不龙不哑 但我是瘸子 因为当时还没有学会驾车 何况啊 从这个中国的农村 没有经过香港 直接来到这里 真的是变成笼子 哑巴 虾子 还有瘸子 如果内心啊 没有能够支持你的东西 考虑长远一点都不行 不用想了 考虑长远就会由于 那种滋味真不容易熬下去的 有百多年历史的布鲁克林大桥 布鲁克林 Bridge 是美国第一座 使用钢铁建成的悬索桥 是其中一条连接曼哈顿 和布鲁克林的主要桥梁 而毛黄庆贤所服务的社区中心 也都成为了这群西医民 和社会接轨的重要桥梁 2005年啊 住下这个单位呢 打开门呢 就悬挂一个招牌 说我们可以帮助他们阅读信件 帮助这里的社区啊 提供教育子女的这个讲座啊 可以帮助他们写信啊 刚开始来的人不多 这个暑假时呢 就开始做儿童的工作 就慢慢地传开了 很多人啊 就开始认识我们了 男的女的都会走进来 那些新移民啊 完全不懂英文的啦 来到这里啊 那他们的孩子有问题啊 或者在学校有问题啊 Grace就不会考虑 或者是怕麻烦啊 直接就去学校 为他们解决问题啦 因为这里呢 并不是纯粹的唐人街 所以呢 我们的社区中心在这里啊 就帮助新移民好多 也为他们建立一个啊 这个这个缓冲的地带啊 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有冲突了 有不同的文化 大家不明白 我们都可以解释给他们听啊 在中心里呢 我们看见很多新移民 真的有很大的需要 也看见他们呢 很艰苦的地方 那这中心呢 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这些新移民啊 他们来到这个环境呢 是完全的失落 完全的彷徨 有时候呢 真的是求助无门 中心除了开班授课 解答疑难 有时也会遇上 很多不可思议的求助 据例来说啊 他受养了一个小孩子 当时啊 那个孩子啊 很顽皮 当孩子的奶奶呢 问他能不能收养啊 他竟然很严肃地 考虑这个问题 结果呢 他受养了这个孩子 当年啊 他大概五岁 现在已经有十几岁了 随后呢 他又有另外一个 大约是十岁八岁的女孩 另外一个家庭的故事了 也很不幸 他呢 亲自来 问能不能被收养 结果他 收养他两三年了 今天呢 这个女孩已经 读大学了 甚至有一天啊 清早有人按门铃 做什么 开门 他说 听说你也是 收养小孩的 我有个十四岁的女儿 你们收不收养啊 后来呢 我问详细一点 发现原来他是弱智的 他不想要自己的女儿 我心里面好难过 真真是好可怜 竟然有人按门铃 连自己的女儿都送人 所以每一次门铃响 对我来说都是挑战 Grace爱人的心实在 毋庸置疑 她时常把别人的需要 放在自己之先 中心外面的那个路口啊 发生车祸 她也走上去看 帮忙翻腰 又跟着去医院了 她满头满身都是血 她握着我的手 护士说 你不怕她患有艾滋病吗 你认识她 我说她认识两个星期而已 但我看她的需要 多过我自己 有的时候 半夜有个电话打来 说他们整条街停电 我说快来我这边睡吧 我这里有电供应 有空调 你们明天要上班 孩子又要考试 有时候呢 我为了节省交通时间 在中心楼上 有个很小的宿舍 有几个晚上呢 我就住在那里了 她很热心啊 每件事情呢 就像是 发生在她的身上一样 那么样的 毕切想要帮助人 那么多年来啊 一直在我身边 每次碰到难关呢 她都在我身旁鼓励我 这年来一直都在帮助我 她更加随时随地 都愿意替人伸张正义 她的性格呢 好像呢 清兵一样 那永自当头 很正义的 我们开办英文班啊 来接触社区 有个学英文的妇女 她是做 做护理的 就告诉我啊 她照顾的这个长者呢 面临很大问题 家人给她好多虐待 甚至被她儿子诬告 说她患了精神病 叫这个 说警察 要送她去精神病院 你知道我的性格 卷起一旧就上去 就冲到医院去 见到社工啊 一直向她 做解释 这个老婆啊 当时 真是绝望了 被自己的儿子 送到精神病院 只有每天啊 等我们去探望她 有个护士啊 同时也是我们的朋友 也去帮忙她 终于啊 就是帮她熬过住院的 两个星期 出院后呢 要帮她找地方住 也为她开口啊 慎张正义 否则呢 她要在精神病院 度过余生 出来后 就是满心的喜乐 有个非法移民来 她在餐馆工作啊 遇上了意外啊 最后啊 她也帮她上法庭啊 去解决问题啊 办好身份啊 处理一切 Grace啊 都全力以赴的 去帮助别人 甚至有时候啊 求助者也不知道 可以得到那么大的帮助 Grace都可以帮他们啊 找到很多的渠道 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的信念就是 每次遇到很悲惨的人 就说 神啊 祂是照你的形象造的 你说你爱世人 那么抽象的爱 怎么让他看见呢 就是我们这些信你的人 用我们的行为啊 把神的爱表达出来 原来以前的Grace 不是这样的 虽然自小就相信 耶稣基督 但对自己的角色和生活 仍然有很多疑惑或不满 自 幼儿到中学啊 都是在澳门度过的 也是在我人生当中 奠定认识耶稣基督的基础 但是 几时这个信仰 在我的生命当中啊 就是发生了功效呢 就是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 因为我们生长的年代呢 就是刚刚中学后 拿到奖学金 到香港念大学 中日啊 就是为自己的啊 这个角色来定位了 啊 这个心里头有很多的挣扎 就是这样熬过了四年 就问自己了 究竟要做什么呢 啊 真是相当的彷徨啊 结果呢 就 就是当上了教师 但是 啊 心理上始终不满意 自己的角色 结婚之后 希望移民美国 可以摆脱香港的生活形态 可惜来到美国之后 发觉事与愿违 我移民的这个第一个原因 就是觉得香港太拥挤了 也不喜欢 香港的文化 被几个什么 电影明星就 主导了 我想摆脱香港肤浅的文化 来到这里呢 原来是物质的文化 美国的 新闻呢 文化啊 也是被好莱坞那些人 去主导了 我去唐人街啊 都是我先生带我去的 去那里 就是几样是 去饮茶呀 带孩子吃东西呀 理发呀 买点菜回来呀 就是这么一天了 我只是跟着 没什么贡献 也不喜欢那种生活 就觉得 唐人街 这个卖鱼的鱼腥味很重啊 我就喜欢戴围巾啊 鱼腥传来的时候 就是眼着鼻子 完全没有反省过 为什么他们要在那里工作 Grace生命的转列点 是因为丈夫被公司 调派往中国工作四年 一家人在中国居住期间 所见所闻 令她来到神面前求问 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啊 我的心被那些老百姓吸引 自己觉得好惭愧啊 很多外交人员呢 还有外商的太太啊 常常就是去喝下午茶呀 聊天谈笑啊 那个时候我心里真笑不出来了 开始寻求一条路线 再不愿意参加什么茶叙啊 周旋呢 还有这个应酬的生活里 我说 神啊 你能不能够使用我 翻看圣经看到 真言三十一章八节说 你当为哑巴开口 为一切孤独的圣渊 我平常也有读圣经啊 但是那一天啊 这两句话 哇 一直啊 在我心里啊 在我脑子当中啊 就徘徊这样啊 到底什么事呢 一直挥之不去 在中国有什么地方呢 为哑巴开口 大不了就是吓吓别人说 你是哪个单位的啊 这件事情 我始终不明白 不明白 直到我们调职回来 调职回来之后啊 我才明白 原来这是神对我一个特别的护照 给我一个啊 很特别的啊 这个使命 无论曾否受教育 移民都是为了生活 为了儿女 为了改善环境啊 没来之前呢 啊 只求有七身之所啊 接触过美国中上层的人之后呢 于是往东移 搬到长岛居住 不论你受多少教育 你的要求呢 只是在物质上的 也不外如此啊 如果生命没有重点 不断地追求 得到了又如何 搬完家之后 你会问 又怎么样 还好 我追到一间屋子之后 神就把我带到中国 看见一群 更贫穷 更有需要的人群 我就问自己了 满足了吗 你需要什么呢 纽约市的华步 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制衣工厂 在重返美国之后 Grace积极道之一场 传扬上帝的恩典 并录制生命见证的 有声独本 虽然场头跋涉 但满心欢喜 我自己呢 看见他做这些工作呢 觉得很有意义的 特别是工厂里的工人啊 没有机会接触福音啊 那么他呢 就录了很多的有声书啊 在工厂里面播放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那所以呢 我自己也有参与 我的参与的就是 在技术上方面呢 比如说音响啊 不行啊 或者帮他安装一些新的音响 香港啊 有一本好出名的书啊 书名是 师民给我的挑战 我觉得啊 很适合制衣厂的工人 就买了一台 高级录音机啊 就在房间里录 读的时候呢 用粤语 口语化的 就是放感情去读 后来呢 播放的时候啊 发觉冯一击的声音也慢下来了 那些人听得非常感动啊 我知道有效了 就 可以多讲一些给他们听 我一边啊 继续录音 一边问神 啊 是不是就这样啦 啊 是不是这样 好辛苦的 长到这么远啊 两个多小时 一程 来回差不多五小时 是不是就这样 但心里觉得 仍然是 有些事可以做 有些事可以做 我们啊 去制衣厂的时候啊 那老板啊 给我们一段时段 跟他们啊 查圣经 或者啊 在播音系统里 播放啊 福音啊 故事了 或者是短讲 平时啊 去他们啊 逢衣的啊 座位去聊天 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呢 帮他们翻译填表啊 用英文打电话了 甚至带他们去看医生 当翻译 我们都做的 制衣厂有个小房间 门口写着 查经小组的名字 后来发觉啊 制衣厂查经小组里 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妈妈 每一次啊 是女儿带她来的 那位长者很敬畏神 后来她对我说 哎 就是 我一直在祷告 有人可以帮助 制衣厂里的工人 你可不可以结棒啊 逢星期五啊 播出半个小时 和工人一起啊 这个吃饭唱歌 就正式有一个小组 最初工人中 没有人信耶稣的 开始的时候有一个 后来有两三个啊 我私底下跟神说 兴起我和你在 唐人街约会啊 可惜九一以后 很多质疑场 也都受到影响而关闭 Grace心机如焚 很想继续 和这班女工保持联系 经过祷告之后 她把已经信主的女工 组织起来 建立一间教会 人数后来越来越多 最后搬到布鲁克林 在这个社区 Grace不仅在教会工作 更开设社区中心 专为新移民服务 这些社区的人 常常说 你们在这里 是我们的定型碗啊 我说 这药归荣药给神 真的是 他在1987年 给我的使命 你当为哑巴开口 为一切孤独的圣渊 我可以为他们发声 帮他们打电话呀 解释信件呀 在这个特别的状况之下 也可以为他们挺身而出 Grace他可以持续 没有间断 用心去服务人群 让我很佩服 特别是对 没有性的人鼓励很大 自从那次以后啊 我开始思想啊 到底为什么 别人会这样做呢 我现在清楚明白 这是从神而来的爱啊 因为只有从神来的是 无私的爱啊 这么伟大的爱 如果我爱我的儿女 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儿女啊 如果我爱我的亲人 是因为他是我的亲人 但我跟他们非亲非故 他都可以这样的爱我们 这种爱呢 并非是来自人 而是来自神啊 所以啊 我好感谢神 也感谢毛太太 带我认识耶稣基督 我是个普通的人 没有何跨后 但我什么都有可能 神在我背后 奉献我仅有 神大爱心口 欠缺了 而就磨到何神所用 我是个很普通的人 因为我受的恩典太多 所以我愿意 施予出去 这样的事呢 我会继续做下去 虽然身体觉得疲累 觉得自己啊 老了好多 对于我来说呢 我认为呢 神呢 已经很祝福我们 我们有 可以有机会付出呢 全是神的恩典 我们要回报 神所赐的祝福 神呢 将社区中心 放在这个地方 一定有祂的 自己的意思 那希望我们退休以后呢 有接班人 能够承接 这个使命 原来神在好早的时候 在87年 就已经 给我这个使命 责任 原来在这里啊 就是不知不觉间 进行的啊 帮人打电话呀 或者是碰到 不合情理的事的时候 我就帮他们出生 争取 权益啊 所以人家说我 好有斗志啊 我知道在我里面 是什么 推我这样 打抱不平啊 就是 神给我的 这个护照 一个call 就是你 一定要为 哑巴开口 布鲁克林大桥 将原本两条 格格不入的 第五和第八街 连接互通 Grace就好像 一座桥梁 将神无比的爱 带给一群 彷徨无助 离乡别景的新移民 他借着每个机会 身体力行 尽心去帮助他们 为有需要的人发声 以前呢 我不喜欢到 这个华人聚居的地方 现在呢 有空 要减压的时候啊 就来公园逛一下 朋友就是 遍布公园了 有丰盛慈爱和怜悯的主耶稣 祂真是深爱你和我 请登上我们的网站 获知电恩与生命热线 让我们为你介绍 基督教信仰 愿神赐福你 我是个普通的人 没有可夸恨 但我什么都有可能 信在我背后 奉献我更有 神大爱深厚 牵缺你没有 还事有 哪怕我没有 上足够 人不一定时时都这么健康的 不过人生有他 就必定有平安 人生万变 但耶稣的爱呢 是永远不变